看到那个网上就是上次有一个录音就是一个同学好像做梦梦到学里边都是长的蚂蚁嘛 对啊 他好像过世了 对啊 很多人都听得出当时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很在乎这件事情 没有他还没有查出来呢 对当时没有查 但是台长告诉他你已经得血癌了 对 而且台长跟他讲啊你不要开玩笑啊你不要把佛法再开玩笑啊 你再这么乱来的话你会死掉的 你知道台长讲了多少啊 讲了半个多小时给他 他讲了两次 对 因为两次电话 死了啊只有四十一岁啊 对他好像你当时也是说半年里边他好像是现在是整整五个月 对 过世了 师父讲的话我告诉你们台长讲的话你去看看啊哪个不灵验啊 是的是的 所以啊真的你看看四十一岁啊多可怜啊 他就是讲婚笑话那个女的呀 哦 就是经常过去在广播里不是经常说他说婚笑话的嘛 哦 就是台长安啊 据说还有在钱财上还有些小问题 哦 不能玩的啊这个东西天上都知道的不能骗菩萨的啊 是的我们现在修行也是很鲁鲁波冰的 对啊 要很小心的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一句话你你可以你可以在网上告诉所有的人 哦 我可以告诉你一句话你骗天啊你是闯大祸因为你是没有命了你骗人啊那偏钱的话你如果骗天的话那你知道你你是命都没了你如果在人间那只不过是个罪呀你听得懂吗 骗人是个罪骗天啊那是一个业啊这个业可以拉你走的命都没了 是的 嗯 嗯 陆台长这个我在网上也是把这个感受也写在那个网上了很多人也在说这个因为很多人都听到他录音的也是觉得 都认识他 他也多的人认识他结果后来台长叫他他结果台长说你你你你很快就要生那个血癌了 对 没有啊没有啊你记得吗广播里 我记得 啊 录音里面都有 对录音传有 嗯 结果后来他自己真的查出来血癌之后他服了他就写了一篇当时师父跟他讲话的录音记录 对的 对不对啊 我们也看到 他就想让通过这个做工作结果好一点了 对转编过来 转编过来好一点他又又懈怠了又乱来了 哦 哎呀真的是 真的是不能 不能开玩笑的 说带走就带走的 哎呀真的 咱们现在不说他有没有其他的恋财情况如果有的话那是天知道听得懂了吗 要闯祸的练一点点财买口棺材都买不起啊不够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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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